我们继续往下看 那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 手机安全问题呢 也是日益突出 如何防止个人隐私不被窃取 使用手机银行的时候 怎么才能保证账户的安全呢 都是手机用户面临的严峻问题 对智能手机用户来说 从网上下载一些客户端 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但是您知道吗 一些恶意软件和病毒 真是通过这样子的方式 进入你手机的 手机黑客们会把恶意代码 嵌入到一些正版客户端中 一旦用户们不慎安装 手机在上网时 就开始偷偷的自动下载恶意软件 一旦被感染 你的隐私就有可能被泄露 在这个使用手机的过程中 有些数据的产生 那么经常比如说你的银行卡号 然后你的这个QQ号码 微信号码 包括你拍的照片 更多的重要的信息都在上面 由于这个系统的开放性 很容易这个数据 会被一些恶意的这个软件去获取 并且通过一些非法的方法 然后存出去 专家建议 智能手机用户在下载应用时 一定要尽量选择官方渠道下载 不要安装来路不明的应用 而对手机银行的用户来说 要想保证账户的安全 安装安全软件 保证一个可信赖的计算环境 则是最重要的 那在没有这个保护的情况下的 第一个你的支付的时候 你的键盘的输入 有可能会被这个监听 然后第二个呢 是说 现在银行去帮你去做这个 短信的验证啊 但是呢 这恶意软件 如果是有意图做窃取活动的时候 它实际上是可以拦截这个短信的 而且拦截完了 就可以直接把这个短信删除掉 那么这种情况下 应用户其实根本就不知道 我们的机制就是说 把这个这个环境 我们去检测 保证这个环境的安全 谢谢